一人赵传跟儿子说:"你不准当童星!竟然是因为看到儿子同学小小斌在学校都……。 歌手赵船以高亢嘹亮的声音著名,在台湾是相当知名的歌手,最近转而往大陆发展,也受到许多节目邀请,近日刚举办出到30周年与新单曲,看不见的地方,记者会,唱弹音乐想法与年底专辑计划,可以说是相当如鱼得水。 同时也被媒体问起家庭生活,今年在中国上了不少节目的他,人际翻涨,家人也同样受到关注,日前12岁的小儿子被媒体拍到,他开心地说:"小儿子在音乐天分上真的是有意传到我了!" 他非常喜欢唱歌,琴也弹得很好,但是不希望他成为童星,因为我看到他同校同学小小斌在学校都……。 原来赵船的小儿子跟小小斌是同校同学,赵船表示,小儿子前几天回家跟他聊天时,主动提到小小斌在学校的情况,他也好奇地听了一下,小儿子说,说不少老师会特地带整班同学到小小斌的班上朝圣,感觉压力好大真的蛮可怕的。 小小小的赵船听完也吓了一跳,就跟儿子说要当童星就是会碰到这样的状况,所以爸爸不希望你太早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 小小斌仅仅五岁就在下一站,幸福中有大量演出,小小年纪就把哭戏发挥得淋漓尽致,在当时被誉为天才童星,广告,代言,戏剧活动不断,人气相当活动。 但是当时也有许多人批评小小斌是被爸爸洗脑控制,像是个童工的角色,小小斌只是个赚钱工具,舆论争议不断,后来也因为学业因素,近期淡出演艺圈专业求学。 因此赵传也很清楚地跟小儿子说,如果你成年后对演艺圈还是有兴趣,身为爸爸一定会支持你,但是你要靠自己,不要想当靠霸足。 他酷酷地对住媒体说,要靠自己闯,我才不会带他。 细数国内国外都有许多童星崩坏的黑历史,就算是成年人也不一定能承受如此大的群众目光跟压力,更何况是小孩子呢?